巴基斯坦大叔花了五万元,从江西买了一台二手球摩机,回去专门生产马桶蹲变器。当地取材方便成本低,两年时间就成为村子里的首富,巴基斯坦地区气候炎热,当地有许多优质的高领土,而高领土是制作马桶的最佳原材料。 高领土耐火度高,可塑性强,与粉状石英混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优质的马桶,把高领土放进球摩机里面,然后盖上盖子拧紧螺丝,电机通过减速装置驱动铜体挥转,铜体内的泥土在铜体挥转的时候,受摩擦力和离心力作用,被衬板带到一定高度后由于重力作用,便产生抛落。 红土在冲击和研磨作用下逐步被粉碎,被粉碎的细土经过排料管排出桶外,排出的泥土通过一根管子,直接流到生产车间,好的马桶生产厂家铸浆的时候,一般采用高压铸浆机,他们这种设备还是比较落后的,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马桶质地疏松,里面有气泡。 不过一般家用足够,加上价格实惠,在当地很有市场,把调制好的泥浆装进水壶里面,这种生产方式是通过胶筑成型的,把泥浆沿着漏斗慢慢倒进做便器模具内。 模具一般的石沟做的,源源不断地往模具里面输送泥浆,直到泥浆溢出来为止,水分在模具内形成了具有一定厚度的泥层,放置一段时间,脱水干燥后就形成了具有一定强度的劈体。 此时取下模具,把吞变器慢慢脱离出来,可以看到,此时已经完全成型了,轮廓分明纹理清晰,脱模完成后部分产品还有些瑕疵,需要人工慢慢修饰,去掉多余的边角,并且在上面扎一些小孔,否则后面放进高温摇里烧制的时候会破裂。 接下来制作吞变器底座主体部分,把它翻转过来,在底部为止开一个圆孔,这个部分是用来安装下世道水管的,处理好之后把主体底座安装在一起,放置一段时间让它慢慢风干,下一步人工处理表面的瑕疵,用砂纸把一些粗糙的边角位置打磨光滑,方便后面精加工,然后再用清水擦掉表面的灰尘,用海绵和抹布都行,清洗干净之后, 做湿油加工,湿油是马桶和蹲电器制作过程中,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,湿油层本身具有防渗水溢清洁,杀菌抗污染等功能,湿油过程采用专用的小口径喷枪,使湿油层更加的轻盈均匀,经过湿油处理后,外观光亮如新,不过此时还不能直接使用,需要放置一段时间等表面的柚层变干,然后放进窑炉里烧制,这种高温窑比传统窑炉更小, 先进,窑内温度高达1260摄氏度,生产产品质量稳定,烧制时间的长短对做变气的质量影响很大,时间短了就烧不透,只有达到一定的烧制时间,做变气才能完全磁化,磁化后就会置地逆湿难磨,烧制完成之后就可以出入量制一段时间,等到完全冷却之后,就能正式使用了。